放晒賺不出來的人 你就拿7顆葡萄乾坡的水果醋 如果你很嚴重的人 要去看醫生 他只有吃地瓜葉 所以算起來我們的山豬 還是吃素的 熟悉的聲音 熟悉的臉蛋 很多人對他一定不陌生 他是2018年爆紅的山豬妹 陳佩萱 在遊覽車上販售花蓮名產 還一臉正驚說笑話 讓他擁有超高人氣 如果你是吃早哉的 早上吃素的人 你就心痛在你的家 心甘的 感覺10點你這麼困擾 山豬妹13歲 就開始到遊覽車上打工 現在23歲的他 也難得分享甘苦談 原來一開始不太會講話 業績差 還深受暈車鎖鋪 說28000塊的人 等一下就要賣了 我記得我有一次 那一次最嚴重 一天吃了7顆運車藥 把他當維他命其實在吃 一開始也不知道為什麼 做成也要笑 就是為什麼要笑 我就覺得 就覺得沒什麼好笑的 你們大家為什麼要一直逼我笑 這件事情我被投訴到爆 有很多時候會問我老闆說 他怎麼都不笑 然後客人也會說 欸妹妹 你是怎麼 被我逼過嗎 是怎麼 怎麼也不愛笑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你才在逼我吧 我就不懂為什麼你要逼我 我開始笑囉 開始笑的時候他就說 哎呦妹妹你都皮笑肉不笑 好你到底要我怎樣 十九歲那一年就突然紅了 然後自己醒來也覺得莫名其妙 大家都看到我 然後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是紅 那時候就是不理解這個東西 所以我只會一直困惑說 為什麼大家會那麼一直關注我 我每天都上車做一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突然就會有人說 欸妹妹我絕對你變了 可是我在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去買便當也是 妹妹妹你是那個遊玩車那個 我說喔對對對 啊我試的話有多一顆乳蛋嗎 他就說沒有 我就喔好好吧 我做的事情就會突然被 就無限的放大 比如說我今天上車可能吃都好 可能我真的是沒有睡飽 然後人家就會覺得 哎呦妹妹你今天心情不好 哎呦紅了你就不笑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本來就沒有笑 我是因為不笑才紅的 然後我就覺得喔好 然後我就可能再多一點笑容 然後就會有人說 哎妹妹你怎麼跟以前不一樣了 你怎麼少了一點什麼 然後就 就是哇 就每天都在調整自己 剛開始爆紅時 山豬妹透露自己心態上 根本沒有準備好 當時的她壓力很大 每天都在檢討和反省 就怕說錯話做錯事 甚至大家看她叫賣的影片 都覺得她一定是個 陽光開朗的女孩吧 如今山豬妹也難得曝光 自己私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生活就是變得比較忙一點 然後剛好那陣子我又一個人住 所以就會每天從五點 天還沒亮的時候就要出門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七八點了 家裡沒有半個人 然後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哇 就會好像突然有一種 失去目標的感覺 又那麼容易為什麼 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沒有很開心 我每天上班 就是出門上班嘛 然後下班都是哭著回家的 人家都會覺得說 哇賺錢很容易啊 或者是這些工作很輕鬆 但其實那其實背後的壓力 其實是有一點點壓力的 因為你要去迎合 大家想要你那樣的樣子 就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個樣子 那一陣子其實是我人生最孤單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媽媽也不在身邊 朋友又都去讀大學了 而且每天還要看著家族 那一家和樂融融的出來玩 就會覺得哇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才沒辦法像他們這樣 平常人家看到那種 比如說看爸爸去哪兒 親子型的節目 大家會覺得溫馨 我看每一集都哭耶 就會覺得說 哇 原來 那個是爸爸 就是這個 人來山豬妹的父親 在她小學三年級時就病逝了 而且父母很早就離婚 從小靠母親一個人把她養大 曾經窮到家裡被斷電 還有人上門討債 年幼的山豬妹窮怕了 才13歲 就只想趕快找份工作 貼補家用 我出生的時候就有意思以來 我爸爸媽媽就是離婚的狀態 所以我其實跟我爸爸也才見三次面 第一次是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再來好像 國小的時候吧 一二年級 然後第三次就是她在醫院 然後就看了一個 我媽媽就說去叫爸爸起床 然後我心裡想說她誰 誰 為什麼我要叫她爸爸 為什麼要起床 就是這種荒唐的畫面 然後就是那一次 然後後來過沒多久 她就過世了嘛 我跟自己獨處的時間比較多 從小就是 因為我媽媽沒有時間陪我啊 還要忙工作啊 所以一開始不諒解她 長大之後就會覺得 她就真的要忙工作 一個女孩子帶一個小孩子 不容易啊 對啊 我小時候的童年很多都是跟自己度過 導致於後來不太會跟別人交談 第一次去上小學 就是我還記得喔 那時候我連怎麼舉手跟老師去說 我要上廁所都不知道 我是嚴重到不知道 怎麼去跟別人表達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 直接自己站起來走出去 所以那時候被朋友 同學看我就會覺得說 她怎麼怪怪的 我就很常會聽到說 欸她們家不正常 那個小孩 她說她沒有爸爸 你不要跟她玩 她們家怪怪的 就這樣子 沒有錯 你自己都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了 你要怎麼去照顧別人 是不是 所以她現在的薪水經 孤獨的歲月 一度把山豬妹推進沉默的深淵 她看起來好像很健談 卻有嚴重的社交障礙 今年初她也轉換跑道做直播 雖然面對鏡頭可以堪堪而談 但這可是經紀人努力調教的結果 山豬妹也努力練習和別人對話 練習怎麼笑 練著練著 也催練出更好的自己 我給大家看到的那一面 是我想要給大家看到的那一面 我不喜歡大家會因為我是怎麼樣 我的背景怎麼樣 所以她對我的看法會是 自動加一個濾鏡 我希望她把我一視同仁 不然我前面做了那麼多努力 都沒了 就是我希望大家看到我 是已經我準備好了 因為我已經做了那麼多努力 就是為了要跟別人一樣 現在回頭看就會覺得 哇 當初做的那個決定真的好勇敢 勇敢到可以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跟人生 因為如果我沒有去坐遊覽車的話 就沒有現在的我 就沒有現在的山豬妹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不想要挫折 我不想要有這樣的人生 不想要有這樣的父母親 不想要有這樣的家庭背景 可是我還蠻感謝我自己用這樣的經歷 因為如果我沒有這些經歷的話 我不會成為現在的人 就是 就像如果我是含著金湯子出生 我哪懂了被家裡被斷電什麼感覺 或許孤獨和不快樂的童年 早已成為成長的催化季 讓山豬妹下定決心 把負面情緒都收進心裡 只要有人還喜歡她 她就會繼續在鏡頭前 帶給大家歡樂 因為大家都喜歡我開開心心 看到我的影片 10個有9個看到我 都會覺得想笑 都會帶給他們很好的開心的影響 甚至在遊覽車上 有一個阿嬤說 我想說 妹妹我每天沒看你的家庭 我睡不著 或許這也是我做直播的一個 我轉念 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可以帶給別人 很棒的影響 別人看到我就覺得開心 那為什麼我不去坐 我不會想讓你出去 都會打算 讓我明白 我不會że 我會這樣說 我也會這樣說 … 我會這樣說